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layHK 我 Leo 又和大家玩一隻Pokemon GO 這遊戲又更新,今次玩的東西就是亮晶晶 一點玩法就是當我們和玩家交換小精靈的時候 交換了之後,這隻小精靈就有機會變成亮晶晶的小精靈 可能官方都知道就這樣交換 好像有點佛味,偏差那些東西 現在出了亮晶晶系統,感覺上完美一點 交易是有目的的,不是純粹為了開圖 我自己試了很多次,終於換了一次亮晶晶的小精靈 亮晶晶的小精靈和平時的小精靈有什麼分別呢? 成為亮晶晶的小精靈,強化的時候所需要的星層比較少 而且強化的速度也要比其他小精靈快 換個例子,可能同樣級數的小精靈 他所需要的星層,平時可能需要1000 可能到現在變成亮晶晶的小精靈 只需要800就已經可以了 而強化速度比較快,也就是說可能本身小精靈 要升10下才升爆的CP值 可能現在升7下又或者6下就已經升爆了 即是說他強化的時候那個數值是會比較多的 在今次的更新,其實鼓吹玩家們多一點交易 即是多一點交換小精靈 讓自己的小精有機會變成亮晶晶 根據非官方正式統計的資料所得 亮晶晶的小精靈,IV值平均都是比較高的 至少我這兩隻換回來已經是WONDER 本身就不是WONDER,就換回來已經是WONDER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些比較高IV的小精靈 就可以跟朋友交換一下 但是謹記大家最好都是兩隻低IV這樣換 就會比較好一點,萬一失敗都沒有那麼心痛 那要怎樣才可以提高這個亮晶晶小精靈呢 官方有說過,擺得越來的小精靈就越有機會中 每一隻我們捉回來的小精靈都會有年月日這個時間 讓我們知道的 擺得越來的那些換中的機會就會越高 那即是你那些如果你剛剛一開始捉了 然後就一直放到現在2016年的那些 那這些很大機率是會中的 那現在在送禮物那裡也有些少許更新 不只是只是送禮物就然後對方拿到精靈球 或者拿到阿羅拉蛋 那麼普通 當你送禮物給人的時候 你是會得到XP的獎勵 即是有經驗值 除此之外收禮物的時候 是有機會會收到這個星星沙作為一個禮物 雖然收到的星塵是不多的 但是現在星塵這麼重要 即少成多一點也好 那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就給一個Like 分享給朋友 各位網友,交換多點小精靈 希望你們換的時候 可以換到一隻100IV的小精靈回來 那我們下集再見,拜拜